呦 这把好看嘞 S1前锋遇到了小哈 哈宝 S1红蝶 红蝶这把的话应该是带着金身吧 40秒的CD 你还别说啊 这把金身还真是为狐狸准备的 就这一个控制点 可见啊 他的前锋给监管者带来有多大的压力 我相信别的前锋可能还真不一定 我需要为你担前锋去带一个金身 第一刀这边的话直接叫旋亭飞走 他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前锋就是什么呢 梅尔明从800米开外 鸡脚卡拉拉球过来 一波直接把你撞崩 这里我们看前锋先管自己修啊 别的不说这把的话抓飞应家的 可以闷一个博命 这把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博命 被小哈给抓了 有一说一这把红蝶带金身 只要这波金身能防住 前锋关键鞋那一波撞 小哈是输不了的 因为这个飞应家在小哈的 红蝶面前我觉得遛不动 就是病患啊 飞应家这一类角色 在顶级红蝶面前 他的位移不够看 真不够看 你只能就是位移加什么呢 加强势交互点 像这边的强势交互点 你可能能跟他玩一玩 来镜头看一下前锋 战士没有斗 教授没想法 杂技在身边 那杂技就第一波嘛 不好救啊 没博命啊 杂技不想救 教授这边也没有动作 这边红蝶飞天 准备往外顶 因为他外面三个人的密码机 抖动情况 他知道三个人的位置 可以顶出去 前锋捡个壳来球 看这波的一个对抗吧 飞天落地顶壳 把人顶开 救下来 来镜头锁定前锋 镜头锁定前锋 这边的话 回拳 没撞到 先打你一刀 前锋 他的前锋一定不走 这个前锋 但凡退了 就不是狐狸了 他就不是那个 就是河南第一锋 史诗级前锋 好 这里的话 应该能够判断到 先把蝶吃了 神体飞过来 应该能够判断到 这波的一个精神 但是 没拉出去 没拉出去 这样的话 就必须得过来人了 谁过来 教授过来 教授过来 最好杂技也过来 其实这个时候呢 两个人一起就 一个教授去 就飞一家 杂技去就前锋 这样一轮打下来 其实是三活口 为什么 你要针对这个 飞一家的 顶壳 但如果说你是 单这样子的话呢 我可以对咯 哎呀 第一时间没救了 飞一家过来 想套薄命 不好意思 好像擦刀结束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讲 要两个人一起 过来 当然路人局没有办法 有那么高的一个要求 但是我们从结果上看到 就这个飞一家 我可以不管的 我管这个教授 我把教授击倒了以后 你飞行家半学 你敢过来救 你敢过来救人吗 先挂飞一家 挂飞飞一家 把前锋也挂飞 游戏结束 就在这一波节点上面 如果是四黑 我相信求生者 会两个人一起来救 但是路人局的话 你比较难去交流 比较难去交流 但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就像这个节点上面来讲 一定是两个人救 一个一边救一个 不要抢密码机了 抢密码机 你万一那波救人出现问题 像这样 这波你说教授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他顶壳过来的 救人那时候吃一刀 吃完一刀以后 你救下人以后 我追你教授 你怎么办 无解的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 到这边就结束了 还是蛮可惜的 因为这把的话 我们宇宙第一前锋 狐狸呢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 好的 期待下一次大家发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